8月5日,据央视报道,在新疆伊犁的伊宁县,入夏以来部分草场出现了蝗虫, 面对蝗虫肆虐横行,当地农业部门出奇招,为4个乡100多户村民派遣出5000只训练有素的草地灭黄木鸡,成为草场灭黄的攻击中的战斗机。 据当地村民讲,这些灭黄木鸡腿细、脚大、行走矫健、奔跑速度快,一只小鸡一天能吃50只左右蝗虫,一只大鸡一天能吃100只左右蝗虫,一只木鸡可保护5-6亩草地。 据当地林业部门人员描述,灭黄木鸡战斗力强,灭虫效果好,已经成为草地牧场生态保护的牧场卫士。 养鸡既赚了钱又保护了生态环境,真不赖呀。 网友在羡慕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。 有网友说,这5000只木鸡完成任务之后可以上餐桌了,然后再派5000只上去。 有网友说,这走地鸡感觉应该特别好吃,有卖的链接嘛。 2019年6月,一群并不起眼的沙漠蝗虫出现在了东非的土地上。 沙漠蝗虫的生命周期不长,大约为3个月。 但虫自成熟后,在它的生命中可产卵3次, 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孵化出比上一代大400倍的新一代。 通过这种方式,沙漠蝗虫的数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呈爆炸式增长。 粮农组织《蝗虫预报》高级官员基斯·克雷斯曼曾表示, 蝗虫问题在一年半前开始演变。 据估计,蝗虫数量增加了6400万倍,并吃光了当地农民的粮食后, 东非蝗灾才得到国际社会关注。 联合国预计,这次蝗虫中已超过4000亿只蝗虫。 就在《非洲蝗灾肆虐之时》,一部由央视在6年前出品的纪录片《木鸡制黄》 突然被网友们赞赏了热搜。 不仅鸭子能制黄,中国的鸡也可以。 首先大家要了解,蝗虫究竟可怕在哪里? 蝗虫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。 成年蝗虫每天可以吃掉自身体重三倍的粮食。 而且,蝗虫只吃静夜中间的部分,会糟蹋大量的农作物。 能吃也就算了,蝗虫还是生女高手。 一只雌蝗虫每三个月可下80到120颗卵。 在长期的干旱后,如果土壤的含水量达到10%到20%之间, 蝗虫卵就会大量孵化,甚至埋藏了几代的蝗虫卵都会一起孵化出土。 所以,古人有云,旱急而黄。 当大量蝗虫聚集在一起,就演变为蝗灾。 遮天蔽日的蝗虫将所到之处的农作物糟蹋得一干二净。 因此,在中国,蝗灾也和水灾旱灾,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。 从古到今,中国遇到的蝗灾就数不胜数。 甚至可以说,我国是蝗灾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 都是蝗灾的真实写照。 古人对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总是充满了敬畏,甚至把蝗虫神画画。 开元四年山东大黄,民计且败,坐视时苗,不敢补。 民众面对铺天盖地的蝗虫竟然畏惧到祭拜,不敢捕捉。 如何遏制蝗灾?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喷洒杀虫剂。 最高效的,当然是使用飞机在空中喷洒。 不过不少非洲国家缺少设备,例如近期受灾严重的埃塞俄比亚, 整个国家只有三架用于喷洒杀虫剂的飞机,显然无法满足杀虫的需要。 当然,也可以人工灭虫,派人向树林和灌木丛喷洒药水。 例如,此次乌干达政府就出动了超过2000名军人参与杀虫行动, 不过,据说杀到现在也就杀了几百万蝗虫。 更要命的是,农药喷多了会污染土壤和水源,不利于生态环境。 同时,滥用农药容易使害虫产生抗药性,变得更加难以治理。 在认识到农药的危害后,我国更改了治虫策略,以生物防治为主,农药为辅。 纪录片中介绍的木鸡制黄就是非常巧妙的生物防治方法, 不仅可以预防蝗灾还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收益,可谓一举多得。 那么木鸡制黄的具体原理是什么呢? 很简单,就是在草场上放木鸡群,让鸡大量吃掉蝗虫,从而预防蝗灾的发生。 原理听上去不复杂,但要想精准消灭蝗虫,里面可大有玄机。 首先,为什么选择了鸡来治理蝗虫? 因为鸡的体型比较小,擅长奔跑跳跃,当牧草高度低于40厘米时, 非常适合利用鸡群来灭蝗,而片中的试验区正好位于比较低矮的草原。 但是不是所有的鸡都能胜任制黄任务, 普通肉鸡行动迟缓,好斗性弱,治黄效果并不好。 经过对比分析,河北省最终选定了华北柴鸡作为治黄的木鸡品种。 华北柴鸡,腿细脚大,肌肉发达。 相比于常见的肉鸡,华北柴鸡更好斗,更擅长奔跑,治黄效果也更好。 其次,有了好的木鸡品种还不够,治理黄虫还要会选择合适的时机。 成年黄虫活动能力强,治理难度大,所以在黄虫的幼虫时期就进行消灭,是治黄的最佳选择。 黄虫的活动期在六七八三个月,一共90天。 黄虫自出壳后,每褪皮一次就增长一灵。 黄虫长到二至三灵时,身体脆弱,翅膀还没长成,移动能力也差。 这个时段正是消灭它们的黄金时期。 牧民们提前做好了细致的准备,来充分实现木鸡治黄的效果。 牧民们会对木鸡进行十五天的草地训养,相当于让木鸡适应工作环境。 木鸡熟悉了工作环境后,放牧员会再对鸡群培训十五天,是它们听从统一的指挥。 这样训练有素的木鸡们就能恰好赶上蝗虫治理的黄金时期。 那么,牧民们是如何训练天性散漫的木鸡的呢? 答案是,哨子。 放牧员在给小木鸡喂鸡饲料的时候就开始吹哨对它们进行训练。 这样,等木鸡长大了,就会跟着放牧员的哨声走了。 放牧员利用哨声,将木鸡放牧在不同区域,变成了流动治黄。 在五天时间里可以完成一千亩的治黄任务。 放牧员不仅是指挥员还是保育员。 木鸡不能没日没夜的工作,所以放牧员为它们安排好了作息时间。 晴天时要避开中午,选择早晚凉爽的时候,出牧三到四个小时。 阴天时,木鸡们可以全天工作。 同时,放牧员还会给鸡群定时补水,适当喂食饲料。 这样,受到精心呵护的木鸡们就能大展身手,肆意享受蝗虫美食。 一只优秀的木鸡一天能吃掉七十多只蝗虫,控制五亩以上的草原害虫。 木鸡制黄七天后,试验区的蝗虫密度从原来的每平方米三十多头,骤降到了七头,效果很好,生态平衡也恢复了。 木鸡虽然战斗力彪悍,但它们也有吃草和袍窝等一系列坏毛病。 因此,木鸡不是规模越大越好,而是以牧民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饲养。 这样,有利于保护草地,也便于木鸡的转场治理。 在制黄期,一个鸡群一般三到五天转场一次,一共转场十次左右,这样鸡群的控制范围就可以扩大到一万亩。 2012年,国家农业部发动河北等十个地区进行木鸡制黄,全国有1.2万农木户出动了近300万只鸡,对1400多万亩草原蝗虫进行了治理。 可惜的是,随着蝗虫的掩齐西谷,一部分刚下战场的木鸡转眼就要被送紧屠宰场了。 这些吃蝗虫长大的木鸡肉制紧实是当之无愧的绿色产品,一只能卖100元左右,给农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。 既能制黄还能卖钱,这个木鸡制黄的方法相当巧妙,也让网友们看得心潮澎湃。 其实中国防治黄灾的方法远比你想象的要多,不仅是鸡,鸭子和其他鸟类也可以在灭黄大战中大显身手。 2000年5月,新疆北部发生黄灾,有10万鸭子大军被投送到新疆草原投入战斗。 三个月后,肆虐新疆百万亩草原的蝗虫就被这只鸭子大军彻底歼灭了。 2013年,新疆哈密发生黄灾,新疆地广人稀,监控困难,治理难度更大。 为此,我国引进了4万多只粉红两鸟,不仅消灭了蝗虫,还大大减小了蝗灾再次发生的概率。 我国治黄方法不仅多样化,而且科学合理,充分体现了农业工作者的智慧。 蝗灾的发生是气候和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,无法避免,也无法彻底消除。 但保护土地,避免沙化,尽量减少蝗虫的生存空间,是我们能做到的。 地球上的生态是一环套一环的,如果不注重环境保护,迟早会影响到人类自身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、分享、订阅。 你们动动手指,对我可是意义重大。 就这样,我们下期见。